5月4日,女星金莎在微博晒出与医生的合照,以及医生为自己修复长短脚的照片。 金莎写道,感谢我的老友给我介绍了林医生,在一个小时内,治好了我玩手机过多造成的驼背与阴骨盆造成的长短脚,看着镜子里的我挺拔如玉树林峰。 背景线也深邃不少,也因此金莎边的越来越自信,除了感谢好友和医生,金莎还晒出了自己的性感照片。 照片中的金莎身材前吐后翘,让人十分羡慕,对此不少网友感慨,没想到金莎的身材这么好,好羡慕。 说起金莎,很多人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由她主演《18岁的天空》和她演唱的那首《新约神话》,但是凭借这两部作品并没有让金莎大火起来,反而是这两年关于她的消息是越来越少了。 上一次金莎被大家议论的时候,还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去医院被偶遇的时候。 再往前方就是金莎去年自曝自己在韩国整了个双眼皮,也是被网友吐槽得不轻。 虽然说金莎这一路走来黑历史不断,圈内翻译也很多,但说句实话,能在娱乐圈独善其身的艺人其实并不多。